原标题 公布,驾车闯入首相官邸,遭警方逮捕。综合日本新闻网,共同事报道,东京警示厅公安部,一日涉嫌非法迁入建筑物文有,逮捕了一名又一团体干部。 这名嫌疑人名叫商业卓也,现年48岁,为抗议新年号提前公布,于一日清晨5点25分左右,驾车来到东京都切带前驱首相官邸区域内,散发了100张抗议信。 抗议信上写着,必须终置新年号提前发布,日本公安部称,商业乘车抵达首相官邸西门附近,下车后快跑闯入官邸区域,在被附近执勤的防暴警察制服时投放了传单。 更改年号是日本国内的一件大事,受到日本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。 围绕年号的提前公布,部分日本任意活动家主张,应在5月1日新天皇级为后公布,他们向政府要员拆地投放抗议传单,还在首相官邸附近发表抗议演说。 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,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坚以为,在记者会上正式公布新年号为令和,这是日本纪大化之后的第248个年号。 日本现在的平成年号将于4月30日随着明人天皇的退位停滞使用,59岁的皇太子的人将于4日5月1日即位,当日临时开始正式起。 有新年号,海外网站面。 有新年号,海外网站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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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